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来介绍 相关系数的F减定跟T减定的考题 这个考题是清大经济研究所的考题 题目的话有相关系数的F减定跟T减定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这个题目的话是说 Under the Classical Linear Regression Assumption 在一个标准的Linear Regression Assumption 就是线性的回归的一个基本假设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List Square 利用最小平方法的方式 我们来算出来 有52个 什么呢 Observation的话呢 52个观察值算出来的结果是这个 好 而且算出来以后 R平方就是R Square是0.6 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是回归 直线在这边 那么现在的话呢 Alpha是0.05 F值都给我们了 他要我们什么呢 Please use the information above 在之前的一些资料 to carry out 就是说要我们去做的完成一个什么呢 简定这个 Linear Relation Between X and Y 他要我们简定说 X跟Y之间呢 是有一些 关系的 就是有线性的关系 就是他们中间的话呢 有相关了 那么他要我们 Conduct 就说他们要用的是 要我们用F来操作 跟T 两个方法都要做 那这个题目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知道 这是X跟Y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是相关系数的一个简定 那么一开始我们就先写 什么呢 这是没有相关的 这是有相关 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相关 那么这个题目 要简定这个X跟Y 有没有相关的话 我们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用利用的是T检定 一个方法是利用的是 F检定 那么我们先做T检定好了 T的话呢 这个统计量 我们必须要跟各位同学说 这个很重要 这个统计量的T的话呢 在这个相关系数的这边 我们有证明过了 这是根号 1-R平方 这边是R 这边是根号N-2 要注意的是这个 数字啊 R square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必须要跟各位同学说 R的平方 就是R平方 R square 其实就是相关 X和Y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 所以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R 就是根号 0.6 那么现在资料有几笔 52笔 那么这个地方 T值 我们就不难算 T值来说 我们来算一算看 根号 这边是0.6 这边是根号 1-R square 是多少 0.6 就直接写了 这边还有一个根号 N-2 52-2 那就是50了 好 我们再继续算下去 这里三个通通都有根号 那么我们合在一起好了 50乘上0.6 56 30 这边是0.4 0.4 这边 30除以0.4 47 28 45 20 刚好就是根号 75 那是多少呢 8.66 那么同学可以去查表一下 8.66 到底是不是在拒绝欲 这个T分配的来说 我们来查表 我们要查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双位检定 在这边看到 α是 要求是0.05 那我们就0.025 0.025 那自由度多少呢 自由度是50 不用说了 自由度 我们已经超过了50 那这个0.025 我们就把它当作Z来做 它就是什么 1.96 那么这个题目 8.66 远远的大于1.96 也就是说 我们是怎么做的 得到什么结论 结论 显著 也就是拒绝H0 那么什么叫拒绝H0 拒绝H0 就代表的是什么 X 和Y 怎么样 是有显著的相关 相关 没有问题 好 这是我们前面的一半部 它要我们是 conduct的 both Ftest 跟Ttest Ttest 解决了以后 Ftest 其实也没有什么 多大麻烦 它一样的 H0是 Rho 等于0 H1 是 Rho 不等于0 那么这个地方的 统计量 改一下 前面的统计量 我们用T 这个统计量 我们用F 那F也没有什么 F就是T平方 就是T平方 就是多少 直接带下去 R平方 N-2 反而更快 1-R平方 底下是 0.4 上面是 0.6 乘上多少 50 就是75 其实我们 就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可以写出来了 但是我们还是 计算一次 给同学看 这个F只是75 那么我们要查F表 其实不用 同学看这边 这边的自由度是几 这个自由度是 有两个自由度 一个自由度是1 一个自由度是 后面的是50 50夹在这两个之间 有没有看到 60 40 这边都是4.08 4.00 看起来这个题目 并没有给我们表 事实上来说 我们都已经远远的大于 它的F的临界值了 所以 我们很肯定的说 都大于4点多了 我们就直接写了 拒绝H0 也就是说 X的话呢 和Y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有相关 相关明确 非常的 确实是相关的 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肯定的是 大于4.08 也大于4 所以 这个地方来说是 结论显著 那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基本上来说 写了一大堆的内容 其实 没有多少用得上 但是 我们的话呢 就是要 看到题目的时候 就针对题目的内容 去做就对了